來,主席各位先進,麻煩請李部長 好,請李部長 委員好,部長好,辛苦了齁 我們今天其實你們都知道我要討論什麼 這個選務選政我在這裡不只講過一次了齁,很多次了齁 那我也難得受到內政部這麼重視齁,今天用了事業齁,來回答我的問題齁 從來沒有這麼被重視過 我想你們寫的問題,我來一一分析一下 好 你剛剛也提到說,其實最主要是,第一個是歷史因素嘛,從民國十七年就開始嘛,對不對 那民國十七年以後,這個內政部的組織法規定什麼,能不能告訴大家一下 十七年 對,民國十七年以後,內政部組織法主要是規定什麼 跟選舉有關的是規定什麼 我們規定這個,民政司長,長理選舉事務,事項 然後到六十九年的時候,當然,那時候就有中央選舉委員會出來了 其實你們主要的規範是,關於地方自制規劃監督指導 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事項嘛,對不對,是這樣嘛 那我請問你齁,規劃監督指導,就是你剛剛所謂的選證嘛 是 那如果辦理公職人員的選舉罷免事項,這是選證還是選務? 辦理的話是選務 選務嘛 那為什麼規範在你們內政部組織法? 所以你們內政部組織法從歷史有的時候開始就規定,選務選證也是不分家啊 我們最早是分家嘛,那因為中選會成立以後,特別中選會變成獨立機關以後才要討論分家的問題嘛 沒錯 所以歷史的淵源是怎麼樣?跟這個現在無關了嘛 現在就是要討論說到底有沒有必要分家嘛,是不是這樣? 好,那第二個你剛才提到說,其實行政院立法院討論過很多次,最後還是回到內政部是不是? 最後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你知不知道回到內政部的原因是什麼? 您請指教 是 因為每次最後決定都回到內政部,是因為內政部積極運作啦 這包括民進黨執政時代也是這樣嘛 我非常清楚嘛,都是內政部積極運作說不行不行不行,絕對不能分家 歷史就是這樣,所以要回到我們內政部來,就是這樣吧 所以這跟歷史無關嘛 現在因為中選會已經變成所謂的獨立機關 選證選務要不要分立,這才是應該討論的內容嘛,對不對? 是 所以跟歷史無關嘛 好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選證就不能管,就只能管選務的問題 就是歷史八年 好,那部長我請教你一個問題齁 你知不知道我們有個陸委會 當然知道 陸委會的全稱叫做什麼? 這個我... 全稱叫做什麼? 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 大陸事務委員會 是不是事務委員會 對 那如果照你這樣的解釋,照你們這樣的解釋,事務委員會只能管兩岸的交流啊 其他有關兩岸的政策通通不能管啊 他的全名叫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大陸事務委員會啦 齁,你看陸委會的這個組織條文裡面都有啦 所以不是用這樣解釋嘛 不是說寫事務兩個字就只能做事務的事情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理由我看也不存在吧 齁,來再來 第三項我要請教你們就是說 你們一直在強調選證選務要分開唯一的理由 這個也是我認為你們唯一解釋得通的理由 就是行政機關要主導嘛 要貫徹他的政策嘛 所以這個其實是你們選證選務一定要分開的唯一理由 就是行政機關要主導要貫徹政策嘛 行政才可以控制嘛 是不是這樣 我想不是行政院要控制 不是這樣那是怎麼樣 還是內政部要控制 還是民政司要控制 沒有人要控制 那是哪一個要控制 沒有要控制嘛 所以選證選務的部分其實不是不可以分開 不是不可以合在一起嘛 對不對 我是覺得可以討論了 可以討論嘛,討論這麼多次 我剛才也告訴你歷史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麼多次討論都沒有結論的原因是什麼 我也跟你講啦 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現在唯一站得住腳 你們提出來五大理由 唯一站得住腳是說 行政機關要掌握最後的責任政治嘛 所以行政機關要掌控 這也是你們自己寫的理由吧 這也不是我講的嘛 因為獨立機關跟這個 跟我們內政部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當然不太一樣嘛 你們要負政治責任嘛 對不對 但是獨立機關可不可以處理獨立機關的事情 應該可以討論的嘛 對不對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那所以我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要問說 在各國的情形之下 有沒有哪一個是選務選政是分開的 你剛剛回答 其實日本的 來,那我問你 來,我這樣請教你 韓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是 選政選務合一還是分開 韓國是合一的 是合一 英國選舉委員會是合一還是分開 英國就不知道了 英國也是合一 然後選 那個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是合一還是分開 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只負責總統 副總統跟參眾議員的兵費管理 對 但是這個委員會是合一還是分開 那其他是州政府在 沒關係 對,我只問你這個委員會是合一還分開 還是合一嘛對不對 然後剛剛你提的日本總務省這個是合一還分開 他在總務省裡面設兩個單位嘛 但是還是歸總務省在管嘛 所以他是合一還分開 但是他 這個總務省他是一個大臣嘛 所以他還是 還是 所以還是合一嘛對不對 沒錯 沒錯沒錯 所以我今天要問你的問題就是說 那有什麼樣的理由讓你們非堅持說一定要分開不可 我這樣啦,我用實際的例子來問你好了 我用實際的例子來 嗯 我請教你喔 最近我們在討論的所謂不在籍投票 他是選政還是選務 不在籍投票 第一個你要先談政策嘛 他的制度 所以咧 然後再談細節嘛 那細節怎麼投那就是選務嘛 那政策怎麼定那是選政 對 那這個由誰來決定什麼是選務 什麼是選政 當然不在籍投票 現在是 我們發生了一個例子喔 其實也是你自己的例子 齁 你告訴大家說 內政部長李鴻元表示 金門馬祖在我國的境內 他不認為中國有什麼辦法監控 介入台商的投票行為 這是你說的嘛 沒錯 但是相關的操作細節 這應該由中選會來管嘛 當然 那操作的細節是什麼意思 操作細節說 未來在金門馬祖怎麼樣設投票所 所以我現在要請教你說 在評估不在籍投票這個 會不會對誰金門馬祖的投票所造成影響 這個都要一致評估嘛 才決定這個政策要不要推行嘛 沒錯 那你說欸 不管不管 反正金門馬祖是中選會的 我只要管 不在籍投票要不要實施就好 我們在評估的時候會請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嗎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來 怎麼來的嗎 那您說 不在籍投票就是江儀化規定的嘛 江儀化從做內政部長的時候 就一直在積極推動嘛 對不對 所以他說一定要做就一定要做嘛 然後至於細節會不會影響整個政策的行程 你說欸不管不管 那推給中選會就好 這叫選戶選政合一嗎 分開嗎 來再請教你 中選會的秘書長也講過一句話啊 中選會的秘書長說 有關這個不在籍投票喔 法案的提出是由內政部民政司提出 所以中選會不便表示意見 你聽過這句話沒有 我沒聽過 我們法案的那個都是我們會上中選會 都是你們提出了啦對不對 包括選吧也提出剛剛張主委講的裡面很清楚了 張主委在3月28號提出來了也洋洋灑灑告訴你一大堆理由 為什麼選物選政合一是可行的嘛 所以你們現在內政部剩下最後 你們要堅持說選政選物一定要合一 唯一的理由是什麼 唯一的理由就是貫徹政策可以執行 那我現在要質疑的就是貫徹什麼樣的政策可以執行 是不是像江儀化這樣說我要不在籍投票 所以不管你內政部就是要推動不在籍投票 然後至於內政部至於這個不在籍投票會不會影響選物 會不會影響其他的東西 不管那個是宋選會的事情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像討論老半天就是這樣嘛 你們還花了事業 還花了事業來寫 所以部長其實我看出來 我也聽到了你剛剛的意見其實你很open嘛 你很開放嘛 這個東西可以討論嘛 當然 但是唯一擔心的問題是說討論老半天 為什麼 討論老半天你怕又回到原點嘛 那每次我也提醒你說 回到原點的原因是因為內政部不放嘛 行政院不放嘛 才會這樣嘛 那如果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選政選物合一交給中選會去管 這個你們不是也很審視嗎 我想我可以答應的就是說 把這件事情我們到院裡面來討論 做一個 在現在的院長的任內 不可能啦 這樣一塊就是基金要選政選物合一嘛 而且他要你們做你們就要做嘛 問題就在這裡嘛 來 部長我再請教你們喔 這個有關主改 你們內政部的組織法 你們自己是不是也提出修正 我們 內政部的組織法是不是也提出修正 部分修正 你們現在修正是把選政 選政的部分 還有公民投票的部分 通通拉到內政部是不是 是不是 這個比原來的範圍還更大嘛 沒錯 原來的範圍公投法屬於誰 哪一個單位主管 行政院主管 行政院主管吧 對 所以你們現在不但原來的組織法沒有 現在你們把選政拿走了 又要把行政院的公投法也拿走了 那內政部不是越來越厲害嗎 越來越大了嗎 所以不該你們管的事就不應該管 這個才是今天重點 我不是說對中選會比較好 對內政部比較不好 兩個都對我不太好 我的感覺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該堅持的合理的理念的問題 原則的問題就應該統一嘛 那我看過世界這麼多國家有關選政選務的討論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國家選政選務是分開的 那你們寫出這麼多理由 唯一的理由是因為選政選務要分開 要貫徹行政院的政策嗎 只有這一點吧 其實大部分國家的選政選務都在內政部裡面 這是大部分的國家 是啊 但是我們的國家既然已經成立了中選會是一個獨立機關 而且你剛才講的那句話我不一定認同 大部分都是一個獨立機關在處理 不見得都放在內政部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討論也不是不能討論 也不是每次談到選政選務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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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很樂意把這件事寫到院裡面來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 反正 嘉義化也不可能放 但是我要求 內政部 就我們今天討論的東西 你再跟嘉義化提報一次 說所有人都在講 他也是教政治學的吧 跟我一樣嘛 教政治學的 提出來一個 讓我們看一下哪一個國家是選政選務分開的 然後選政選務分開還運作得很好 然後唯一的理由是什麼 唯一的理由是貫徹行政的決定 就是這樣 這才是選政選務分開唯一的理由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每次討論到這個 我都要這麼激動的來告訴你們 因為這個東西就不可行嘛 光一個不在籍投票到底是選務還選政 就有太多的問題存在嘛 對不對 那移轉投票怎麼樣怎麼處理 這是選務還選政 嗯 選務吧 這是選務 對 誰來判定你來判定嗎 那如果我問張主委 張主委搞不好告訴我這是選政 我想移轉 來張主委張主委請上來好了 好請主委 來張主委我請教你齁 不在籍投票是選務還選政 處理的話都是選務的 處理的話都是選務嘛 那不在籍投票要設多大投票所會不會影響政策的行程 如果你們中選會沒辦法做 他推出再多的政策你們一樣沒辦法做嘛 是不是這樣 只要通過有不在籍投票其他的事情都是我們來做的 都是你們 那但是不在籍投票這個政策可不可以推 要推到什麼樣的範圍 你們也無權決定 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裡面 最後決定的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對 那但是問題是在立法院 國民黨永遠是多數啊 所以國民黨一身立下 內政部運作底下就變成這樣啊 所以每次討論都沒有結果就是這樣 規定啦 立法委員都很明智的 很明智沒錯啦 但是投票的時候沒有一個明智的啦 對不對 有國民黨委員在在 在這個call in節目也講的很明智啊 那投票照樣照國民黨的規定來投啊 不然怎麼辦 黨紀罰下去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 主委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依照你們3月28這個主張 你們認為選政選務應該合一嘛 是的 選政選務合一才有辦法徹底的運作 才有辦法徹底的檢討 選務上現在發生什麼問題嘛 對 所以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依據你這一本的報告 其實最重要的是 至少選舉罷免法 應該歸中選會來管吧 沒有 那這樣就沒有選政選務分開的問題嘛 對不對